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 我们这个第四章的最后一节 也就是所谓的 generalize的虎刻定律 那我们现在你们都知道 所谓的虎刻定律指的就是 应力跟应变是成一个线性关系 那你们以前在财献力学上学到的虎刻定律 基本上就是Sigma11 也就是沿着X方向的Sigma 等于央视module是1乘上Y11 在财献力学上 你们所谈到的虎刻定律 就只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对你们来讲 你们直觉地会认定 这个就是线性关系 因为只有一次方 而且正应力沿着X方向 X1方向的正应力 只跟X1方向的正应变有关 但是我们该告诉我们 这个事实上 只在一个情形之下成立 材料是isotropic 等向性材料 才是这个结果 如果材料是不是等向性的话 那我们讲的generalize的虎刻定律 更一般化的是像这个狮子 Sigma11等于C的111 Y11加了C的12Y12 一直加到跟Y33 到最后 也就等于说 整个 比如说以X1方向的正应力 事实上跟九个compilence的分量 都有可能有关 如果材料是非等向性的话 而且这个还是线性的 虎刻定律指的就是线性 这个都是线性的 因为你看 没有一个像 没有一个像 是那个次方向 所以这整个是个线性方程式 这个就是generalize的虎刻定律 也就是我们说的 如果材料是非等 理论上材料是非等向性的话 你在X1方向给应力 有可能会引发 任何方向的正应变 包括引发减应变 那这一个 就有九个系数 那我们知道 我们有九个硬力分量 所以合起来有八十一个系数 这就是你们这边 我们所看到的 generalize虎刻定律 Sigma IJ等于C IJKL乘上YKL 这个式子 展开来有九个方程式 每一个方程式等号右边 有九项相加 所以合起来C IJKL 刚好是一个四阶的张量 而这个C IJKL 我们就把 我们把它就叫做 elastic tensor OK 我们把它就叫做 elastic tensor 它是就代表了材料 最一般化的材料系数 那首先 很简单的 我们先给各位证明一下 这个C IJKL本身 是一个张量 我们讲过 所谓你要证明 一个物理量 是一个张量 它必须在坐标转换的时候 要满足特定的转换形式 那我们现在就看 假设 X1 X2 X3 是原来的线性直角坐标系统 X1 型号 X2 型号 X3 型号 是转换过后的直角坐标系统 那还是一样 浪达IJ的定义 跟我们在第一章谈的是一模一样 浪达IJ 这个指的是XI型号的 这个指的是原来旧的坐标系统 XJ 浪达IJ就代表是 这个轴跟这个轴之间 夹角的方向余显 cos 那我们看 假设 我们现在是在 新的坐标系统里的 这个硬力张量 Sigma PQ型号 有型号就代表 我新的坐标系统 Sigma PQ型号 因为它是一个张量 所以它可以显成 浪达PI 浪达QJ XIJ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嘛 XIJ 依照我们前面的这个 XIJ就可以变成是 CIJKL 所以我们这边得到了 CIJ 两个浪达乘上 CIJKL 乘上XKL 那XIJKL 因为也是一个 张量 所以它可以转换成为 成为 XIJS 星号 可以变成这样子的 可以变成一个这样子的 式子 抱歉 我漏了 可以变成一个 RS的星号 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的 Sigma PQ型号 等于 CIJKL 乘上四个 四个浪达 再乘上 XRS 星号 好 这个式子我们就摆在这边 这是直接过来的 然后同时呢 如果 是在新的坐标系统的话 我们也可以写 Sigma Sigma的PQ型号 等于 CI的PQ RS 星号 CI的PQ RS 星号就代表 这个是在新的坐标系统里面的 那个 Elasic Tenser 也就是材料系数 乘上 YS RS 那我们把这两个式子 等号左边都一样 相减 然后把Apion提出来 等于这个式子 而这个式子呢 不管Apion是等于什么 这式子都不需要成立 所以代表 括号里面式子要等于0 那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结果 那得到了结果 我们就证明了 这个C 本身 得到这个我们证明了 C 本身 是一个世界的张脸 这意思也就是 我们现在没有谈到等向性 就是在等向性材料里面 非等向性材料 因为非等向性的意思就是说 材料系数 跟方向会有关 所以当你坐标转换的时候 材料系数也会变 我再强调 你们原来在材料力学里面 所学的这个1 指的是等向性材料里面的 一般来讲 如果是非等向性 所以就一个数据 如果是非等向性材料的话 我沿着不同的轴 我的1值都会变 因此一般来讲 如果材料是非等向性材料 我这些材料系数 这个elastic tensor 基本上会随地坐标转换而转换的 我们这边很简单的证明给各位看 这个四个张量 然后一般来讲 这个的张量就我们讲的 理论上有81项 可是这81个系数 会不会都不一样 那我们先看 现在是有81个系数 就最一般化的时候 材料是完全非等向性的时候 而这81个系数 会不会都不一样 好 第一个 我们先看 我们知道 如果依照我们的定义 Sigma IJ等于C IJKL YKL 那Sigma JI呢 Sigma JI呢 等于C的JIKL YKL 依照我们原来 elastic tensor的定义 但是我们知道 Sigma IJ等于Sigma JI 所以很明显 C IJKL等于C的JIKL 也意思也就是说 我这个elastic tensor 这个四阶张量 它的头两个下标 是可以互换的 头两个下标 是可以互换的 因此 也意思也就是告诉你 这81个系数里面 有些系数是相等 是一样的 例如像我们这边 给各位看的 C的12KJ等于C的21KJ 不管KJ是等于什么 那到底有几组 那在这个条件之下 有几组的数据是相同呢 会有几组的数据会相同呢 那你们仔细想 只看这边 只看前面这个 这个本身有九个组合 类似一个三乘三矩阵 而这个就代表这个矩阵 三乘三矩阵是对称的 所以这个里面本来应该是有九个分量 实际上呢 有三组 是相同的 就像一个三乘三矩阵的对称 这三个 这是对角性 这三个 这些是互相相 这就对称的 所以这边呢 等于是有三组数据是相同的 但是这边的每一组呢 对这个来讲都会对应有九个 所以 因为这个是对称 我们会有这八十 这个八十一组数据里面 有 应该是说有五十四组 两倍 有这五十四组的数据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其中一组扣掉 所以现在 因为 简易力是对称 所以这八十一个不同的才效系数里面 事实上 有五十四 有二十七对 我们讲说 有二十七对 是互相一样的 因此我们可以扣掉其中的一对 所以因此只剩下五十四个不同的系数 这是第一个 所以真正就是非等向性的材料 它的材料系数也没有那么多 到这边为止 因为应力对称 所以我们的材料系数最多 是有五十四组不同的 我们强调的是不同的 OK 因为这五十四组里面有二十七 因为八十一组里面有二十七对 是互相一样的 其中就像这个样子 不管K跟KL等于什么 反正C的一二 永远等于C的二一 这个就代表有九对是相同的 不管K跟L等于几 因此我们讲八十一个系数 先简化到剩五十四个不同的系数 我们强调的是五十四 不是只剩五十四个系数 实际上还有八十一个 但是呢 只有五十四个是不同的 这是第一步 第二个 讲这个以前 我们先给各位回顾一下 我们在第一章谈到的 假设现在有一个二阶的张量 就是一个二阶的矩阵 AI阶 我可以把它写成二分之一的 我们一个二阶的矩阵 三乘三阶 我可以把它写成二分之一的 AI阶加AJI 这个就等于它的存值Post 加上二分之一 AI阶-AJI里面看 这两个相价也是等于一 那这两个会互相抵消 所以这四子没问题 但是呢 这个很明显 是一个对称的矩阵 这个呢 是一个anti-symmetrical 反对称的矩阵 那就是我们在第一章 跟各位介绍的 任何一个矩阵 可以把它分成 对称的矩阵 跟反对称的矩阵 所以 你们现在看到我们荧幕上 这边所给各位显示的 我这个CIJKL的KL 它也是一个三乘三 不管CIJ 我可以把它 也可以把它分成一个 对称的跟反对称 类似的做法 所以 我们的CIJKL 变成两个 一个是小括号 一个中括号 一个代表的是对称矩阵 一个是反对称矩阵 因此 我们可以写成 CIJ等一个对称矩阵 再加上反对称矩阵 合起来 乘上εKL 可是我们知道 εKL是对称的 那前面也告诉各位 对称的矩阵 乘上反对称的矩阵 会等于0 本身来讲 会等于0 所以 我们可以假设 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 我们可以 因为既然横数都是等于0 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定 CIJKL 对KL来讲 也是对称的 我们可以把它反对称部分拿走 因为它存不存在都一样 因为它最后存在结果都是等于0 所以可以不存在 因此 因此我们认定 CIJKL 不只是I跟J是对称的 K跟L也是对称的 K跟L也是对称的 像我们这边告告的 就是CIJ12等于C的 CIJ12等于C的 IJ21 那这样子的话 你们不要忘了 这边只剩下六种组合 只剩下六种组合 而这边呢 九个组合里面又可以少掉三个 所以也就等于剩下的五十四组里面 还又有十八对 五十四组里面又有十八对 的系数是互相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扣掉其中一组 只有五十四减十八 剩下36个不同的系数 当然来讲 我们原来说 对非等向性材料来讲 就我们这边讲的 你们这边事实上 你们自己在那个 Different那边自己知道 我们这强调就是 不同的系数 也就等于说 我们前面讲的 如果是依照一般的 最一般化的虎克定律 我们材料系数 就算是因力跟因变成线性关系 我们的材料系数 应该有八十一个不同的系数 可是因为因力是对称 所以这八十一个系数里面 有二十七对是相同的 所以剩五十四个不同的系数 然后因为因变对称 所以只剩下三十六个不同的系数 只剩下三十六个不同的系数 但还是蛮多的 那我们另外再看 这个是Sigma 我们前面讲的Sigma 等于应变能 对应变的微分 然后这我们讲的Sigma 等于C乘上ε 那我们现在假设了 我们考虑 把我这个应变能 对应变能 微分两次 一次是先对 Apsilon IJ为分 然后再对Apsilon KL为分 先对Apsilon IJ为分 再对Apsilon KL为分 好 这个U对Apsilon IJ为分 就是等于Sigma 所以最后就是变成Sigma 对Apsilon KL的微分 而Sigma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的 就是等于C乘上ε 等于C乘上 C乘上ε 那因为我们 可是因为这边的 这边的Epsilon的下标 抱歉 老师这边有点烦 C的 IJQR OK 可是因为我们要微分 这边是Epsilon QR 而这边是Apsilon KL 所以我们利用 所以我们利用Delta 把这个Apsilon的QR 转成Apsilon的KL 转成Apsilon KL 那在E微分以后 就只剩下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 其他都成了常数 只有Apsilon K Apsilon 刚好微分等于1 那再经过 抱歉 然后把这个Delta 给它取代掉 最后呢 我们会得到了 这个的结果 也就等于U 对Apsilon两次微分 可以等于C的 IJKL 那同样的 那我这边是 先微分IJ 先对Apsilon IJ 再对Apsilon KL 反过来讲 我也可以先对Apsilon KL 为分 再对Apsilon IJ 过程我就不多讲了 步骤是类似的 我会围出一个结果 是C的 KL IJ 但是你们不要忘了 在偏微分里面 如果我对两个变数 偏微分 他们是可交换的 我先对谁 先偏微分 结果一样 所以这两个式子的等号 左边是一样 既然是一样 右边也一样 那这就告诉了我们什么 代表了 我的C IJKL 等于我的C KL IJ 这两个 也是可以互换 代表了这两个 也是可以互换 所以 这个Elasio Tensor 因为硬力是 硬力是对称的 硬变是对称的 而且有这个硬变人的存在 我这下面的 这个四阶张量 头两个可以互对称 后面两个也是对称 然后这两个 跟后面两个也是对称 那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你们仔细想 原来 这个IJ 只剩下六个组合 KL也只剩下六个组合 倒角形象是一个六乘六的矩阵 六乘六的方阵 而且是个对称的 所以它只剩下多少 那就是我们那边讲的 我们把整个的三十六个系数 剪掉对角形象的六个除以一半 这边是有六个 这合起来三十六 剪掉这六个就剩两边的 除以一半 所以这边有十五个 这边有十五个 问题是 这两个互相都是对称 所以最后 最后我们剩下的系数 变成十五加六 二十一个 所以针对非等向性的材料来讲 针对非等向性的材料来讲 我们最多只有二十一个 不同的系数 如果一个材料是完全的非等向性 也就是说 所谓的完全的非等向性 意思就是说 我只要坐标有一点点转变 我的材料系数就会不一样 那整个里面也最多只有二十一个 不同的材料系数 那完全等向性的材料 等向性的材料 就是我不管坐标怎么转换 我所对应的材料系数都一样 那是只有两个 OK那就是只有两个 所以我们提醒各位一下 就是讲 一般的虎科定律 这一般化的虎科定律 指的就是任何一个应力分量 都会跟九个应变分量 呈线性关系 所以应该有八十一个材料系数 可是因为应力对称 应变对称 还有应变人的关系 我这八十一个系数里面 事实上只有二十一个不同的系数 其他六十个系数 都会跟这二十一个中的某一些相同 所以只有二十一组不同的材料系数 这也就是就算你们的材料 再具有多严重的方向性 它最多只有二十一个不同的材料系数 那我们下面告诉各位 那等向性的材料呢 只有两个 那我们下面告诉各位 我们这二十一个怎么样化成两个 以及原来的二十一个代表了什么关系 那你们下面看到这个图 因为都已经把应变应变的对称性去掉了 所以我这边的应变只剩六个分量 只剩六个分量 SIGMA11 SIGMA22 SIGMA33 SIGMA122331 应变也只剩六个 这个就剩下五个定例 那你们看我有划线的就是不同的 剩下这一半就跟这边对称 这二十一个我下面有画底线的 就是二十一个理论上都不同的系数 可是这些系数呢 你们看我们可以分成三个group 第一个group 是这边的九个 左上角这三十六个 我们刚好分成四个向线 这个是第二个向线的九个 这个你们仔细看 这些系数是不是代表了 我的正应力跟正应变的关系 我们这边讲extension 实际上就是normal 就是normal stress 跟normal strength的关系 所以这告诉了各位什么 如果一个材料是非等向性的话 你就是指在x1轴给它一个sigma-11的印度 你就是指在x1轴给它一个sigma-11的印度 你在这个轴上拉 这个方向 本来这个方向 因为prosal ratio本来也会有印变 所以这些系数还合理 于是你们会知道 第一个这个系数 x1111或x222 x3333 会跟你们所熟知的yous module是有关 但我告诉各位不是相等 而这些 另外的 西的112 1133这些 会跟prosal ratio有关 但是不是相等 这是第一个group 第二个group呢 是我们的第四项线这九个 这九个代表了 简印力跟简印变的关系 可是这里面 你们就注意到 比如说sigma-12 不是只会产生x12 从这两个线 我们看 sigma-12也会产生x23跟x31 也就是告诉各位 如果 因为我们以前都习惯 你们习惯是这个式子 这是你们才有学所学的 所以你们会直觉地认为 在xyx2这个平面上 产生的简印力 只会造成xyx2这平面上的 简印变 我还是告诉各位 这个只有等向性材料 才会变成这样子 别的情形也有可能 有的非等向也会 但一般来讲 这是特殊状况 一般来说 如果材料是非等向性 sigma-12也可能会产生 yx23跟yx31 依照材料性质来讲 这个是第二group 那我为什么强调 一直强调这个非等向性 要让各位了解 因为你们不要忘了 你现在如果 如果我们一般大的材料 我们都知道它是等向性 可是像现在大家喜欢考虑微赖米 微赖米材料都是非等向性 所以在这边顺便让各位了解一下 非等向性的弹性材料 我们现在只谈弹性 只在弹性区域 非等向性的弹性材料 它的一些特色 所以 减硬力会跟不同平面的减硬变有关 好 最后是第三个group在第一向线 记得第三跟第一是对称的 所以我们就不谈了 第一向线 我们叫做coupling turn 这个向线代表了什么 正硬力跟减硬变的关系 这是可能是大家最不会想到的 我们以前都认为 正硬力只会导致正硬变 减硬力只会导致减硬变 而这个告诉各位 如果材料是非等向性的话 正硬力也可能导致减硬变 因为你们不要忘了 举例来说 我们把这个的第一排 乘上这个 四个码弯弯就等于这个系数 乘这一行 那后面这三个系数 不就是跟减硬变乘在一起 所以表示正硬力 会跟减硬变有关 那如果我们考虑这堆系数呢 就是变成减硬力 会跟正硬变有关 因为如果我要把这个展开的话 这一排的系数 就是跟这三个相乘 这就是我们说的coupling terms 所以这个矩阵告诉我们 如果材料是完全的非等向性 我在材料强调 我强调所谓的完全的非等向性 指的就是 只要坐标中有一点转换 材料的性质就会改变 永远不会不变的 这种叫完全的非等向性 那有些材料呢 你的坐标轴 做某种程度的改变 它的材料性质会一样 那就等于是有点部分的等向性了 那完全的等向性 指的就是你坐标轴 不管怎么转换 我出来的材料性质永远不变 好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一般来讲 如果一个材料是完全分等向性 哪怕它是弹性材料 它大概有21个材料系数 而这个里面有21个不同的材料系数 而这个里面有6个是正应力正应变的关系 我们把对称性扣掉了 有6个减应力跟减应变的关系 有9个是Coupling Tern 是正应力跟减应变的关系 或是减应力跟正应变的关系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21个系数 怎么样依据它的部分方向性 简化成剩两个 也就是所谓的完全的 isotropical material 只剩两个不同的系数 首先就我们讲的 如果材料是isotropical 又是弹性材料 那它这个elastic tensor的转换 会满足这个式子 这个等号左边的这个C 本来应该是有信号的 可是因为它是完全的等向性材料 所以代表了 我这个elastic tensor 经过转换以后 还是等于自己 这个就是等向性材料 等向性材料 它的elastic tensor转换的公式 它的信号可以不要 因为它转换还是会变成自己 所以我们把信号拿掉 那这就有81个方程式 可是我们C有几个 也有81个 所以理论上 80个方程式可以解81个系数 所以我可以从这边 解出这81个系数 CiJKL 因为它是代表 我不管坐标怎么转换 这个永远沉溺 我给我任何的浪打值 因为浪打就代表 我坐标怎么转换的 我给我任何的浪打值 我这个方程式都可以成立 所以我们有81个方程式 可以解出80一个系数 那这下面有一个定理 如果你真正解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 你这个CiJKL 就等于这个实质 这个里面 只有两个不同的系数 一个叫浪打 一个叫Mu 这个浪打跟Mu 我们叫做Lames Modulus Lames系数 或者叫Lames Elastic Constant 这两个是材料系数 我们这里告诉各位 因此我们这边得到一个定理 If and only if 就落且微落了 如果你的这个弹性材料 是完全等向性 你的Elastic Tensor 一定等于这个结果 反过也就等于说 这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解采了答案 就是等于这个 不管浪打等于什么 反过来讲 如果有一个材料 他说他的材料系数 等于这个方程式 那这个材料一定是 等向性材料 也就是说 这个方程式一定会满足这个式子 一定会满足这个式子 那这个就是一个过程了 从这边得到这边 就是我们总把21个系数 变成剩两个 因为它是完全等向性的话 首先第一部分 这个if and only if 证明就要两边都要证 你要证明这个成立 则这个成立 同时要证明这个成立 则这个成立 我们先证明简单的 如果材料系数是这个 而这个方程式就满足它 那这个证明就在下面 我们不多说了 这个很简 我写得很清楚 你们自己看一下就好 就直接把它套进去 直接 把这边的CIGK了 带到这个等号右边 然后哗哗哗 因为不要忘了 这都是直角坐标转换 很多浪打相成 本身都会等于1的 都会等于Δ的 所以换到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变成这个结果 没有问题 那下面我们来看 复杂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材料是等向性 所以这个方程式 不管浪打是等于多少 就是不管坐标怎么转换 这个方程式都成立 那我们最后可以解除 我的CIGK等于这个 好 第一个 我们考虑把坐标轴 这边是我们现在定的坐标轴 X1轴 X2轴 X熟力轴 我先把所有的坐标轴 对X熟力 转180度 所以X1转到这 X2转到这 X熟力还是不变 如果这个材料是等向性材料的话 我这样子绕着一个轴 转180度 它的材料性质还是会不变 我们就选择一些特别的 坐标转换来解这些系数 这是第一个选择 如果材料是等向性的话 那我坐标轴 我整个坐标对X熟力轴 转180度 它的材料性质会不变 那我们先看 这个新的坐标系统的浪达等于什么 很明显 我们刚刚讲的浪达I接就等于EI信号 EI信号指的就新的坐标轴的单位向量 DOT一接信号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 浪达第一个下标指的是新的坐标轴 第二个下标指的是旧的坐标轴 就是新的坐标轴跟旧的坐标轴之间 夹角的口散值 所以就等于是EI信号 DOT一接 那我们就先看 这个浪达这个矩阵 先看X1信号 它跟X1走的夹角180度 所以是-1 跟这两个都垂直 所以是0 这就是浪达11 浪达12 浪达13 然后看X2 X2信号也是一样 它跟X1 X数据夹角都是0 所以浪达的21 浪达的23 都等于0 但是22能等于-1 所以是0-10 第三个X数据信号 那就简单了 它只有跟自己的是1 跟这两个都是0 所以浪达31 浪达32等于0 浪达33等于1 这个是我们的 Transformation Matrix 那我们现在 先看这81个系数 记得 或者说21个 也就是 前面的这21个 不同的系数里面 我们先看 其中某一个 记得 它的坐标转换的结果 应该是等于自己 那我们看 其中的一个的 这种的坐标转换 会变成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个C的 1223 依照我们的定义 C的1223 就等于是 PQRS C的1223 就等于我们这上面讲的 等于是浪达的EP 乘上浪达的2Q 乘上浪达的2R 浪达的3S 但是记得 我们刚刚 右下角这边所示的 这是Transformation Matrix 这个式子里面 PQRS都重复一次 所以 理论上 这个等号右边 应该有81项 但81项 你们也不要忘了 针对第一个 浪达EP来讲 除非P等1 P等2或3都是0 依照这个来讲 同时针对这个 这个浪达的2Q来讲 除非Q等2 除非Q等1 3都等于0 其他也是类似 所以这81项里面 有80项为0 只有PQRS 分别等于1223 它才不会等于0 只要是属于其他的 任何80个组合 都会等于0 所以 这个C的123 最后是等于 负1乘负1乘负1乘上正1 C的1223 就等于负的C123 所以C的123 等于负的C123 所以代表这个系数 会等于0 同样的依照这个道理 对不起 我们这边会等于0 会等于正等于负 是因为我的3 这个续号只出现一次 负1负1负1 因为只有3是正1 所以其他的都是负1 所以只要3出现一次 或3次的 这个系数都会为0 因此我们在这21个里面 就找哪些系数的下标3 只出现一次或3次的 在这个坐标 在这个坐标转换下 一定会等于0 因此我们另外找到了7个 总共有8个 那我们的不同的系数 本来是有21个 现在少掉8个 只剩13个不同的 其他8个呢 是等于0 记得 这8个等于0里面 还包括 那也就是代表 整个81个系数里面 不只是只有8个为0 因为如果C的1123 C的1223等于0 那因为这个对称 所以C的2123 也是等于0 然后因为这也对称 所以C的1232 也等于0 同时还有 因为前后也对称 C的2312 这些都等于0 还不止哦 因为我只用这个 还有C的21的 后面照样可以兑换 所以81个系数里面的 这个等于0 就代表另外还有好多个 因为对称的关系 都会等于0 那这种就是 如果有一个材料 它是有点 它不是完全的等向性 如果这个材料 如果坐标系统 烙着某一个轴 转180度 它的材料系数会不变的话 因此这个材料 有部分的等向性 但不是完全等向性 有部分的等向性 当一个材料 它的坐标轴 当坐标轴烙着一个轴 转180度 而材料性质会不变的话 那它的材料 不同的材料系数 只剩下13个 这种材料 我们把它叫做 monoclinic material 有一个名词 所以你们看 如果说有个材料 是属于这种 就代表 它的材料系数 只有 不同的材料系数 只有13个 而真正的八个 等于零四老八个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 这边这八个 我们画零的 在第一象限有六个 第四象限有两个 这个真正的意义 我们还看不太出来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第二步 如果我们同时 这个材料 除了绕 x3轴 转动 转180度 材料性质不变 我们再加一个条件 这个材料同时 绕着x1轴 转180度 我们的材料性质 也会不变 也会不变 就等于是 绕着两个互相 垂直轴转180度 它的材料性质 都会不变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 如果是绕着x1轴 转180度的话 那第一点 x1 新的x1型号 它的那个方向余弦 就是100 而x2的 x2型号的方向余弦 变成0-10 x熟利的呢 就变成 那个00-1 像我们这边所显示的 那同样的道理 那你们现在 同样的理由 你们就可以发现 剩下的 这13个 不同的系数里面 有任何一个下标 如果是1 因为像只有1 这个是正1的 像负1 如果1出现一次或三次 那它的这个系数 也会等于0 如果下标为1的系数 这个下标 等于1 只出现一次或三次 这个系数等于0 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13个里面 我们又找到了4个 所以现在 不同的系数 剩9个 而这个材料 我们叫它 Orsotropical Material 也就是说 如果某一个材料 针对两个轴 转180度 它的材料性质 都不变的话 那这个材料 虽然还是属于 非等向性材料 就是说 不是完全的等向性 但是 它的材料系数 不同的材料系数 那个 13减4 等于只剩下9个 这种材料 我们叫它 Orsotropical Material 那 是剩下哪9个 你们仔细看 这种材料比较有趣 刚刚是这边的8个 现在少掉的4个 是这边多少的一个 然后这边的3个 等于0 少掉的4个 就是这边的3个 第二向性的3个 跟第4向性的1个 抱歉 我这边多了一个0 对不起 这个0是多到 你们自己化掉 如果你们讲义上 有的话 因为我记得 我昨天有改掉 我不知道 我这边怎么没有改 如果你们讲义 有这个0的话 给它化掉 这个0是多的 那这边你们就看到了 一件事 最主要的是什么 如果有一个材料 它虽然是非等向性 但是有部分的 等向性的话 你们最主要看 第一向性通通为0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是Coupling Turn 也就是说 假定是属于这种材料的话 我的正因力 只会跟正因变有关 减因力 只会跟减因变有关 它不会再有Coupling 正因力不会导致减因力 减因力不会导致正因变 这就是这种材料 因此我们提醒各位 一般的 最一般化的 非等向性材料 会有Coupling Turn的系数 也就是说正因力 有时候会导致减因变 可是如果这个材料 针对坐标 对两个坐标轴转换180度 它的材料都是没有方向性的话 也就是所谓的 Ultra-Tropical Material 它的Coupling Turn没有了 就是我们讲的 正因力 也就是Extension Stress 只会导致正因变 不会再导致减因变 同样的道理 减因力 或者减因变 也只会导致减因变 或减因力 相对看谁导致谁 反正没有Coupling Turn 但是 这种材料 因为还具有非等向性 所以 它的三个减因力 减因变的关系 不一样 而它的正因力 正因变的关系 也不一样 这些系数 还是不一样就是了 但是现在只剩九个 好 再下来 我们再来做一次转换 如果 我现在再把 如果这个材料是等向性 我把这个材料 这个坐标轴 再绕着X万轴 现在只转 九十度 绕着X万轴 我只转九十度 也就是说 在这个坐标转换之下 我们认为 我们假设材料性质 还是不变 而在这个坐标转换之下 我的新的 Tunce Formation Matrix 就如这边所显示 如这边所显示 我不在那边细讲 就如这边所显示的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再看 剩下那九个钟的 其中 这个一一二二 结果还是一样 因为这个 这种转换 这种存在模型上 也是一样 针对任何一个 浪打一一一 一二一三 或是浪打二一二二三 就是每一行里面 都只有一个是有值的 其他都等于零 所以我这个 C的一一二二二里面 也会只有 相对的 一组会等于 是有值 所以八十一个 还是等于一个 就我们会得到 C的一一二二 等于C的一一三三 这个这样不等于零的 代表这九个系数里面 如果 这个材料 针对某一个轴 再转九十度 它的材料系数 是一样 它没有方向性的话 材料系数不变的话 那剩下的九个里面 这两个会一样 同时呢 其实九个里面 还有两种 都会一样 那这一次拿两个人 就是一样 这两个值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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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代表了什么 首先你们看 我用不等预论框起来 这个第一组 这两个都是代表 这两个都是代表 X1方向 跟X2 X属力方向的 应变 那个应变的 阻印 正应变的结果 现在本来这三个不一样 现在这两个变成一样了 而这个有点类似 以以拉斯克马旧的使得 这两个已经一样 只剩这个不一样 而简易力的 三个本来都不一样 现在有两个一样 所以 我的九个不同的系数 现在变六个 因为有三 有三组是一样的 所以只剩六个不同的 这种材料 我们叫Tetalagona Material 这个还看不太出来 特别的意思 再做一次选择 假设这个材料 我们把坐标 绕着X属力轴 都是反时振转 我刚忘了强调 反时振转90度 材料性质不变 那这种情形之下 这个是我的浪达 Transformation Matrix 然后呢 我们又会得到三组 数据 细数会一样 那是哪三组 我们先回到前面 给各位看 第一个 本来我们说 这两个一样 现在会得到 这两个一样 针对这个来讲 我们会得到这三组一样的数据 针对这一组来说 抱歉 就代表这两个一样 因此这三个都一样了 然后另外一组是这两个一样 所以这三个也一样 最后一组是这两个一样 所以这三个也一样 因此我的elastic tensor 会变成了这个形式 只剩三个系数 三个不同的系数 而这三个系数里面呢 这三个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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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很像等向性了 也就是说 我正应力 我x1方向的正应力 跟x1方向的正应变 或x2方向的正应变 跟x2方向的正应变 它的相关系数都一样 那我x1方向的正应力 跟x2x属于方向的正应变 或者是x2方向的正应力 跟x1x属于方向的正应变 它的相关系数都一样 然后三个减因力 互相之间的相关系数都一样 Sigma1跟x1的系数一样 Sigma2三跟x2三的系数一样 Sigma3一跟x3的系数一样 只剩下三个不同的 那这种材料 我们叫Cupid material 所以你们记得 我们到现在 等于介绍了四种 第二种Orsotropic 把Cubling Term都去掉了 第四种Cubic Materials 只剩三个材料系数 它就只是性质相似的材料系数都一样 性质相似的材料系数 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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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样 我们最后再来一次 现在把假设 这个材料经过了两次对 这个坐标轴转 转180度 跟两次对坐标轴转90度材料系数都不变里面 我们再加上 我们把它 对我的X属力轴 转45度 材料性质还是不变 如果转45度材料性质不变的话 也不变的话 我的存置Formation会变成这个 然后只剩下三个材料系数 那我们看这三个材料系数 三个材料系数 里面的C的 1122 也就是这一个 C的1122 我们把这个层数带进去 然后经过我们前面讲的 某些为相等的化解 就会变成这个结果 所以也就代表 最后的三个材料系数 会有这个方程式 也就是说这三个不同的材料系数 它不是独立的 是相依的 它不是独立的 是相依的 因此真正来讲 我们只剩下我们只剩下两个材料系数 然后那剩下的这两个 我们选择拿两个 因为你们不要忘了 剩下的这三个里面 我知道一个 知道两个就可以决定第三个 我们 define 这个叫浪达 所以你们 这个叫浪达 这个叫谬 那把这个变成dependent 也就是我知道浪达跟谬 这个就可以算得出来 我们 define 这个叫浪达跟谬 那 把前面所有的结果都整理 它就会变成这个结果 而这个浪达跟谬 我们就把它叫做 lames modulus 而这个谬 你们现在就看了就知道 它就代表解音力跟解音力关系 所以这个谬 也可以叫做 share modulus 因为这个谬 事实上就是等于 就跟我们后面讲的G 就等于我们后面所讲的G share modulus 所以这是整个的过程 一个材料从完全非等向性的 21个不同系数 如何变到 等向性的 两个系数 如何变到 成为等向性的 两个系数 OK 我们会给各位讲这个过程 主要就让你们了解 原来非等向性的 时候 不要忘了 我的材料系数中间 会有coupling terms 然后什么状况之下 coupling terms会去掉 什么状况之下 同性质的系数 会一样 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 Malang 那个 Othotropical material 跟所谓的第四类 Cubic material 我们刚刚前面跟各位介绍了 跟各位介绍了 如果一个材料 是属于弹性材料 而我们说它的材料性主满足虎克定律的话 理论上 我们会有81个不同的材料系数 哪怕它是线性 硬力跟硬变是线性关系 但是经过因为硬力是对称 硬变是对称 还有有硬变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81个系数 会简化成为只剩21个不同的系数 也就是说一般材料 具有再严重的方向性 它最多只有21个不同的材料系数 如果它是弹性材料的话 然后 如果一个材料 针对两个坐标轴 转换180度 它的材料性质都不变的话 它会变成所谓的 Orsotropical Materials 就如你们现在荧幕上所看到的 这个呢 我们就告诉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时候 我不会有Coupling的效果 我正硬力只会影响正硬变 简硬力只会产生简硬变 但是 因为这系数都不一样 所以也就是 如果你们做拉伸实验的时候 你沿着X1轴做拉伸实验 Sigma11等于E1的E1 Sigma22会等于E2的E2 后面还有两项 那我们先不讲了 Sigma33会等于E3 E3 也就等于是说 你在做拉伸实验的时候 你硬立硬变 不同的轴向的 硬立硬变的笔值会不一样 所以这是 这是Unisotropical Materials Unisotropical Materials 只能你在不同的方向拉伸 我的笔值就会不同 这是属于这一类 然后如果说这个材料 针对两个坐标轴 再各转90度 材料限制也不变的话 它就会变成这一类 就会变成这一类 那到这一类 这所谓的Cubic Materials 最主要意思指的 这种时候 你在三个不同的方向 做拉伸实验 它得到了这个一值会一样 得到了这个笔值会一样 OK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Cubic Materials 这是一个 那最后呢 我们就得到了 所以完全是 得到三个系列也有关联系 得到了系列最后就得到了 这一个 这个式子 一个Long-D 一个Mu 而这个Long-D 我们讲的 是跟Poesson-Sulatio 有点关系 而这个Mu 就能跟简易变有关 好 我们现在看 假设材料 是弹性 Isotropical Materials 那我们就可以写的 Sigma-IJ 等于C-IJ-K-L Y-K-L 然后把前面的 这个C-I-J-K-L 带进来 就变成这个式子 然后把这个C-I-J-K-L 承造YJ-K-L 因为这中央都有Delta 所以化解 变成了 这一式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我们这里面有用到 Ap-IJ等于Ap-JJ-I 这一式 是什么 意思就是 如果 这个就是一个 弹性 Isotropical Materials 如果你知道材料系数 Long-D 跟Mu的话 你又知道Ap-IJ 你就可以解出来 Sigma-IJ 这个就是 那个式子 就是应力应变 关系式 可是这个式子 你要用的时候 就是必须 这三个是已知 知道Long-D 知道Mu 知道Ap-IJ 你可以直接得到应力 唯一条件是 你要知道Long-D 跟Mu 而这两个系数 对各位来讲 是比较陌生的 因为你们平常知道的 材料系数 都是Elasic Majerus 跟M 不是 跟那个 View Poissance Ratio 不常知道这两个 Mu还会知道 Long-D 很少知道 我们等一下会再跟各位谈 反正不管 如果你知道Long-D 跟Mu 你就可以用这个式子 然后我把这个式子 等号左边 因为I等于接 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 I等于接 所以呢 我们就把说 I等于接 就都等于K 所以我们会得到 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 Sigma KK 或是说反过来好了 意思是一样的 得到Aption KK 等于Sigma KK 除以括号 三倍的浪达 加两倍的Mu 这个 这个就是把这边的 I等于接 上面的式子 I等于接 等于K 然后把系数除过来 得到这个结果 这个式子很有意思 这次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忘了 什么是Sigma KK Sigma KK 等于Sigma 1 1 加Sigma 2 2 加Sigma 3 3 它也等于 三个 主应力 相加 它就是等于 我们的 应力不变值 第一个 所以这个式子 是告诉你 三个正应力 相加 或者三个主应力 相加 或是呢 我的应力不变值 跟三个主应变 或三个正应变 之间的关系 三个正应变 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告诉你 如果是在 弹性 等向性材料之下 我受力工作间中的 任何一点 三个正应力 相加 跟它的三个正应变 之间是有关系的 而且各位不要忘了 如果是在小变形 事实上 当我们谈到弹性的时候 说这是弹性范围 它就是小变形 这个AptionKK 我们第二章讲过 这个就大约 是等于 我的体积变化 我们在第二章 给各位提过 如果是在 小变形的话 这三个正应力相加 就等于 我的体积变化率 所以这四指告诉你 你如果知道某一点 受力工作间中的 任何一点 假定我都知道 我这个应力张量 就是MPA 我问你这一点 它的体积变化是多少 很简单 你只要把这三个 正应力相加 然后除上 我这个系数 三倍的浪打 加两倍的Mil 只要你知道浪打跟Mil 等于什么的话 你就得到了 这就是这个四指的意思 三倍浪打 加两倍的Mil 你就直接可以得到 所以这个四指 有时候可以帮你简化 就是讲的 如果我们一个问题 我给你一个应力场 叫你算这个 你本来会一下 哇这听起来麻烦大了 我要先从这个转换成为应变 再从应变 找到主应变在这个 实际上这边告诉你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你根本不要那么啰嗦 你直接把三个字相加 也就是说 这一题不是你们想要花 二三十分钟 只要花一分钟就可以做完 只要你找到浪打 跟Mil等一几 好 那 现在呢 反过来 这一次 是我知道应变 求应力 那我要 知道 那反过来讲 如果我已知应力要求应变 那就把这边解 直接解 Aption I接 所以我们会得到这个四指 然后这个四指里面 有Aption KK 再把上面的这个结果带进来 就得到了下面这一四 所以这一四就反过来 我知道应变 可以求应变 上面的是知道应变 求应变 这边是知道应变求应变 但这两个四指 我再强调一次 有一个特点 你要用这个四指 你必须知道浪打跟Mil等一几 而通常我们不是很清楚 那这个四指 我们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变成这一四 我来强调 这个你们要自己整理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 可以变成这个四指 自己整理一下 或者简单一点的是 你们直接化解这个 就会变成这一四 这一四 新的这一四里面 你们看有两组系数 这是一组 这两组系数是类似的 然后 你们就当做定义 定义有一个系数叫一 等于这一个系数 就是Yance Majors 后面的这个 相同的这个系数的导数 我们定义成为View 就叫Poisson Ratio 当然 假设我们到现在 我们还不知道 这个E跟Poisson Ratio 的物理意义 我们还没讲 假设我们还 你们没学过材料力学 所以我们还不知道 可是 那如果用这个的话 我的应力应变的 应变跟应力观 就变成这个式子 这个就是 如果你知道 Yance Majors 跟Poisson Ratio 那你又知道应力 你就可以得到应变 这是应力应变的 关系式 因为不要忘了 应力应变的关系式 是我们讲的 解弹性力学问题 基本的Gaferle 有亏选 台经理学 基本Gaferle 就三个 一个是应变 位一的关系式 一个应力平和方哲制 还有一个就这个 所以你们这边 有三种选择 你们可以用这一个 也可以用这一个 当然也可以用这一个 这个是你们 比较熟悉的 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 如果我变成这个形式 我这E跟View 到底等于什么 因为Landa 跟前面的Mule 那个Land Majors 我们晓得 我们大概知道 Landa 就是跟 这个方向应变 这个方向应变的 比例有关 Mule就是 简易离简易变的关系 那这个 这边我们新定义出来的 E跟View 这两个新的系数 突然平空跑出来的 它的物理意义什么 那我们可以从一些 特别的应力状态之间 来解 来找出来 这两个系数的物理意义 一个E 一个View 就从这个应力应变 关系式 这反正我们知道 应力就可以找应变 所以我们先看 第一个 假设第一个 就是所谓的单轴拉伸 这个是X1轴 一个轴 我们这样单轴拉伸 既然只有这样子 单轴拉伸 我的应力状态就这个 只有SIG1,1不等于0 其他都等于0 只有SIG1,1不等于0 其他都等于0 我们把这个SIG1,1 带到这边的 这个应力应变的关系 是得到了应变得这个 所以我们知道应变 也就是等于 Y1,1等于1分之SIG1,1 然后Y2,2跟Y3,3 等于Full的View乘上 1分之SIG1,1跟一样 Y2,2等于2,2等于Y3,3 所以 从这边来讲 从第一个Y1,1 我们知道这个1 指的就是 央视码就是 就是你们知道的 等于SIG1,1跟Y1,1的比值 然后这个1一定要大于0 因为如果SIG1,1,1是正 Y1,1一定要正 硬力是拉伸硬力 硬变也一定是拉伸硬变 所以1这个值一定是大于0 那当然 从这两个T也就证明了 这个View就是你们知道 Persatz Ratio 也就是Y1,1跟Y2 Y2,2跟Y1,1的比值 但这边是负的 因为如果Y1,1是拉伸 我其他两个方向的应变 一定是收缩 所以是等于负 所以这边 这一个结果 告诉了我们 前面这个我们定义权的1 跟这个View 是什么样子 到这边来讲 你们看 我们介绍了四个材料系数 一个是浪达 一个是Mu 一个是E 一个是Persatz Ratio 而这个也就等于是G 我们介绍了四个材料系数 但是 任何一个材料 如果是等向性材料 假定这个材料是金属材料 是等向性材料 它的这四个系数里面 只有两个是独立的 因为这四个系数 会被这两个方程式 连在一起 所以你这四个里面 你知道任何两个 你可以求到另外两个 依据这两个方程式 当然如果你知道浪达 跟Mu 直接解E跟View是最快 可是反过来讲 如果你知道E 比如说E跟Mu的话 要解View跟浪达 照样解 反正两个方程式 可以解两个位置数 所以记得到现在为止 我们跟各位介绍了 等向性弹性材料 有四个不同的系数 但是它们是相依的 只有两个是独立的 所以你们最常知道的是 这两样 但是这边也告诉各位 你知道了这两个 你就可以解除这一个 知道这两个 就可以解除这一个 它们是相依的 Seal Majors 你就可以解出来 但是我们在工程上 常用的材料 是不是就这四个 材料系数 是不是就这四个 其实还有第五个 OK 还有第五个 但是这边我们先讲一个 那这边就你们看的 如果我做的是简历 纯粹的简历实验 所以我的印尼状态 就是只有Sigma12 等于Sigma21 等于Tau 其他的 通通等于0 我们代入材料系数 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 简应变 就是等于Tau 我们这带的时候 带的是前面的 浪达Mu的那个式子 进去以后 我们会得到简应变 就等于两倍的Mu 乘上这个Tau 两倍的Mu乘上这个Tau 那Tau 就是Tau 除上两倍的Mu 对不起老师讲昏头了 等于Tau 除上两倍的Mu 所以我们知道 很明显 这个Mu 就是我们所指的 简易力简易病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简历魔术 俗称的简历魔术 俗称的Share Modulus 简历魔术 至于我们这边讲的Mu 事实上就等于我们的G 代表意思是一样的 最后还有一个 如果我现在把我这个材料 做一个所谓的进水压实验 所谓的进水压受力 就我们讲的 因为我们已经跟各位提过 所谓的进水 如果一个物体 这是水面 如果一个物体 是放在水深底下的话 它所受到的压力 是等于 这边所受的压力P 是等于洛基H 就跟这个深度有关 跟重力加速有关 还有跟这个液体的密度有关 这是各位国中就学过的 所以如果我这个物体 是不是很大 是够小的话 我们假设 坐在物体上各方向的硬力 通通都是一样 这就是我们在第三章 谈到的Hydro-Static Plegio 也就是等于说 因为它各方面的硬力都一样 所以它只有主硬力 就都是-P -P P等于我讲洛基H 是- 因为这个硬力是压硬力 它是一个 isotropic的strate state 它没有减硬力的 就各方向就把物体的体积变小 但是不会改变它的形状 isotropic的strate state 那如果说是在这种情形之下 是在这种硬力之下 它的硬力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sigmaIJ 等于负P 德塔IJ 反正sigma11等于sigma22等于sigma都负P sigma12等于sigma23等于sigma31 都是等于0 我们把它写成这个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 这边是sigmaKK 跟sigmaKK的关系 所以这个sigmaKK就等于-3P 我再把-3除过来 我们得到了这个式子 得到了这个式子 也就是所谓的-P -P等于 不是 P等于负的三分之一的三倍浪打 加两倍的μ乘上 YKK 这边我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式子 如果是受到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我这个P的压力 记得这是正的 等于负的 那我们看这个式子看起来怪怪的 因为P是正 这边总会带一个负 你们不要忘了 我们讲YKK等于什么 YKK 是等于变形后体积 减变形后的体积 所以因为这是在压缩 这个一定小于它 所以这个式子的SKK是小于0的 因此负负得正 所以这个式子没有问题 P等于负的三分之一三倍浪打 加两μ 那也就意思说这个系数 三分之一的三倍的浪打 加两倍的μ 它跟一个物体被压缩的大小有关 所以我们给各位第五个系数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YKK就等于这个 也就我们所说的direction direction名义上是叫扩充率 放大率 但这边指的就是缩小的率 所以我们define这个系数 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浪降等于k 叫buck modulus 这是第五个系数 k 所谓的buck modulus 这个buck modulus 通常指的最常用到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式子 我这个被它压缩这个状况有关 然后 那你们看 因此 如果针对固定的压力的话 这个越大 这个值越大 很明显 这个的绝对值一定越小 这个绝对值越小 但是这个绝对值越小 代表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的定义是这个 而这个又小于它 所以这个值越小 代表这两个差距越小 代表我的 那个收缩力越小 因此 这个值越大 就代表这个物体再受到同样压力的进水压一下 它的体积会缩减的比较少 因此 这个越大 就代表这个材料越硬 越不容易把它压小 这个buck modulus越大 代表了 它的带11跟那个1 类似 反正这个buck modulus值越大 就代表这个物体再送到同样的进水压力之下 它的缩小率会比较少 会比较少 我们讲的是f1k 它的绝对值 代表它的绝对值 绝对值越小 绝对值越小 就指的是 这两个之间的差距越少 所以这个值越大 代表这就是buck modulus 好 我们现在得到了 因此我们告诉各位 在工程上 如果一个材料是弹性 而且是等向性材料 我们真正会用 厂长会碰到材料系数是这五个 应该算会有这五个 可是这五个里面 这个 这个是代表了 正应变跟另外两个方向的 正应力跟另外两个方向正应变之间的某些关系 这个代表share modulus 这个是正应力跟同方向的正应变的关系 这个就是 互相垂直方向的正应变的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主要就是Sigma KK跟Apion KK之间的关系 我们有五个系数 但只有两个是独立的 因为我们有三个方程式 两个是 这两个跟这两个关系 第三个就K等于这一个 所以我们有三个方程式 因此 这五个系数里面的任何两个 你知道任何两个 都可以从这三个方程式 解出另外三个 好消息的是各位不要去解 下面这个表告诉各位的答案 上面就是五个不同的系数 这边有五个 两个两个的组合有十种 两个两个的组合有十种 它这个表一直说 你知道 这第一 这个第一行中的任何两个 其他的三个就可以 从这个表直接查到 那你们自己注明一下 这上面有一个被打 被打就是一 因为我懒得改这个表 所以你们不要自己去解 这只是告诉各位 一般常用的等向性 弹性材料系数 真正严格说起来有五种 只五种代表的物理意义 不完全一样 看你要用哪一些 但这好消息是 因为这五个是相依的 只有任何两个是独立 所以你只要知道任何两个 你就可以从这个公司 对出另外三个 你们自己讲一注明一下 这上面的被打就是样式 Margillus 其他的符号都跟我用的一样 大家讲 这是指的等向性的弹性材料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你们已经知道 非等向的话材料系数就不止两个 那这个的最后呢 我们刚刚已经前面 这一章一开始 我们就跟各位介绍 Sigma IJ 是等于一个应变能 对APIJ的微分 可我们始终不知道 应变能等于什么 那我们现在看 假设这个材料 现在线弹性材料 我们考虑一个函数F F等于二分之一的 CIJKL乘上 IJ 二分之一的 CIJKL乘上 IJ 假设有这样子一个函数F 它是Function of Epsilon OK 让我们就看看 这个函数 对APIJ的微分 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什么 到最后 它的结果 就是等于西格玛IJ 这个中间的过程 写得很清楚 我不这边多讲了 这个函数 对APIJ的微分 最后就会等于 这个玛IJ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所谓的这边的 Strain Energy Density 应变能密度函数 我们在这一章 第一节一开始讲到的 它就是等于这个 如果材料是弹性材料的话 线弹性材料的话 可是这我没谈到 等向性 是不是等向性都不管 我的应变能密度 就等于这个 二分之一的CIJKL YJYKL 这就是我的 应变能密度函数 因为我这个函数 对YJ微分 就会等于 是个玛IJ 所以 好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所以我们说 U就是我的 应变能密度函数 等于 二分之一的 CIJKL YJ YKL 那我们前面又知道 如果 是等向性材料的话 如果 是等向性材料的话 我可以把前面的 CIJKL带进来 先不要谈那么快 那CIJKL 又等于SigmaIJ 所以应变能密度 也可以写成这个 二分之一的 SigmaKL 乘上 YP 那个 二分之一的 SigmaIJ 乘上 YP 因为CIJKL 跟后面KL 就等于SigmaIJ 这是应变能密度的 两种写法 一个是完全 Function of 应变 另外一次 Function of 应力跟应变 都有 应变能密度 记得这是 单位体积的能量 你任何一点 任何一点 你知道我的 应力张量 或知道我的 应变张量 带进这个式子 就会得到 那一点 受力工作件中的 那一点 它的应变能密度 假设材料 我们现在假设材料 是等向性 前面这两个是同事 跟材料无关 是不是等向性 都是这个结果 只是如果不是 等向性的话 我的CIJKL 会啰嗦得多 假定是等向性材料 我们把前面的 CIJKL带进去 就会变成 化解 就会变成 这一个式子 我们旁边 有特别著名 从以下 都是现等向性材料了 我们化解 会变成了 这个式 这二分之一 CIJKL 我们化解 会变成这个结果 再把它沉进去 就得到这个的结果 这个等于是展开式 我把这个沉进去 展开来 得到这个 这就讲的 如果材料 如果材料是等向性 假定材料是 假定材料是 如果这个材料 是等向性材料 那它的应变能 应变能密度 就直接可以带进去 只要你知道 应变带进去 那就讲的 如果题目 没有告诉你 浪达跟mue 你就从前面 这个表 如果题目只告诉你 一根mue 你从前面这个表 就可以查出浪达跟mue 所以照样可以算出 这个应变能密度 这样可以算出 这个结果 但是这个式子呢 你们仔细看 第一个 等号右边的 第一个括号 跟你们印象中的 第一个eAp 就是 就是应变能 那个应变不变值 eAp好像很像 这个跟定很像 事实上等于这个 所以它也可以 写成这个结果 所以我任何一变的 这个式子 下面的最后的 这一个式子 就是 我们的应变不变值 跟应变能密度函数 之间的关系 只让各位知道一下 它事实上 就是应变不变值 因此 在我们解读应变的时候 那些应变不变值 那些系数 在很多地方都会出现 这个是完全 方形off应变 但因为是等效性材料 我也可以从这边 完全方形off应利 只把前面带进来 那我们就不细讲了 可是结果 我们写给各位看 这个式子 就是完全方形off应利的 也就是如果你知道 应利的话 你怎么样来算 它的应变能密度 第一个是完全方形off应变 第二个是完全方形off应利 当然 这个值也会跟我的应利不变值有关 那个是没什么稀奇的 这个是最一般化的 应变的密度 三维的 如果是二维的话 就把 Y33跟Y23 Y31给去掉 照样可以用 只让各位知道 有这些东西 好 这个 结束了我们的第四章 第四章告诉各位 如果材料是弹性的话 应利跟应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也让各位了解了 如何从非等向性的 二十一个材料系数 它是怎么化解成为 等向性的两个系数 以及我们常用的 等向性材料系数 事实上有五个 在工程上会碰到的有五个 但你知道任何的两个 你都可以得到另外三个 另外三个 也告诉各位 你不是在任何时候 你的材料系数都是只用一 就是一样是 Majos跟Poissance Ratio 有时候你会在某些文章上面 会看到浪达跟Mil 因为有了作者偏好用浪达跟Mil 那是个人的习惯问题 那是个人的习惯问题 我们比较容易用E跟View的原因 是不是这两个物理意义 比浪达的物理意义更明确 所以我们比较喜欢用E跟View 但并不是绝对的 所以这五个你们都是需要知道 那是个人的习惯问题